我當然是由頭到尾都反對把政府的物業賣給領會,現在變成領展 其實政府賣了出來之後,他有沒有責任去監管呢?是有的 因為在這個終審庭的時候,法官就說未必要政府做的 政府賣了給領展或者領會,他監察他做就行了 但現在問題是,那些契諾分四大契諾的 零售設施契諾、停車場契諾、福利設施契諾和分擔率、比率的契諾 完全都不遵守的 這個領會變成領展說你一定要遵守 另外買了那些又賣給人,又說你一定要遵守 那我罰則在哪裡呢? 如果他不遵守的時候,你是否說可以收回當年的合約呢? 你夠不夠膽這樣說? 你沒有做到就毀約 毀約的時候就拒入品利 拒入品利的時候,打官司他輸了就麻煩了 你有沒有執法? 夠不夠這樣做? 沒有嘛,蘇偉文 你的政府是什麼? 無罰則 人家亂做 契樂變契弟 都行 無監管 無監管 人家民間都做一個 2019年民間巡視調查報告 叫做立法會議員 你們這麼大的機構 有哪一個房屋處或者房委會 有一組人有一百人到處去看 九傘巡案 不是叫那些普通人自己做九傘巡案 有沒有做? 即是沒有監管 也都無責任 即是無廉恥 你搞到葉劉淑儀都要搞你的 是不是? 都說要立法搞你的 我覺得她做得好 我撐你的 我會修改你的法例 阿哥 你完全在法律上面一籌莫展 瑞和苑被人屈 天耀商場被人屈 你買了一間 他轉售之後 說要搞國際學校 在公屋那些人讀到國際學校嗎? 是提供給公屋那些人的嗎? 那你那個房條例第四條第一款那裡 寫明是要提供給居民用的 是不是? 那你怎麼執法? 停車場也是這樣 賣了出去之後 那個人都不在那裡住的 應該用不到那個車位的 你又搞浮動制 浮動車位 各位 要不就買回去 要不就打官司打到它暈 我建議你用二百多億 你收回來的冤業錢 成立一個法定基金 給所有 好 麻煩你梁國雄先生 陳寶瑩小姐 好 聽到了梁國雄先生 好 聽到了梁國雄先生 做馬鈴唐 聰明